好 再来看的是在台北西门闹区万年大楼和今日戏院中间有一大片的摊伤 很多的民众是习惯在这儿先买零食 然后带到电影院去吃 但其实这一片摊伤不仅违章建筑 还严重影响到消防安全 但就算违建是拆了又拆 摊伤依旧继续的到原地重建 市议员因此呼吁市政府别只是在治标了 应该要从根本帮摊伤们寻找出路 大片违章建筑就夹在今日戏院和万年大楼中间 两栋大楼都是超过35年的建筑 建筑背后的消防逃生梯 引导的目的地竟然是这一块违章 所以你们只要路够 那即便那两栋楼中间的 那你们就不管 空间是这个样子的 建管警察消防单位各自为证 附提啤酒 所以公共安全就这样子 那被漠视被牺牲掉 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合理的空间 跟合理的价格让这些摊贩能够维生 这个也是台北的特色之一啊 位于西门町额眉街上的这块违章建筑 长50公尺 宽5公尺左右 挤满了摊贩和身材器具 连分离式冷气都只能堆到屋顶上 路人痛批太夸张 要是发生事故 结果恐怕比台中阿拉大火更严重 安全比较重要 希望可以改善 可是这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改善吗 就如果没有人通报之类的话 也比较没人处理啊 那这个案子它的违禁形式是个铁皮屋 加装轮子的状态 那我们已经这个多次限期改善 我们预计在8月25号会到现场去执行拆除作业 台北市监管处表示无奈 不到七八年这块违章已经拆了五次 不过拆了之后 摊商还是一一重新复建 就算铁腕拆迁也只是逼摊商走绝路 规划合法空间才能双赢延续商机 中文新闻和坤远 陈乃鱼 台北报道 中文新闻